亚太报道 拖延案件审理 中国官方媒体对毛泽东名诞活动噤声 引发外界的关注 山东平渡一名官员遭停职 恐吓上访民众引发舆论声讨 中国发布演出经纪人资格认定新规 港澳台居民也要效忠中国大陆的宪法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被湖南永顺县警方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女教师李甜甜 本周日晚向外界发出已经出院的消息 湖南多位维权人士以及律师试图前往慰问 却遭到李甜甜所在地的村干部的围殴 知情人士表示 当局定性此案为境外势力操纵 今后李甜甜上讲台的机会微乎其微 向前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因在网上声援上海震旦职业学校女教师宋耿一 一周前被强行送精神病医院的湖南省永顺乡村女教师李甜甜 本周日傍晚通过微信公众号 向关心她的网民报平安 说她已经出院 她说刚从医院出来 所以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我会继续以精灵的姿态生活在这人世间 现在她的身体状况还在恢复中 精神状态也较差 所以短时间内 可能回复不了大家太多的信息 或接受媒体采访 希望大家谅解 推特网民默默 周一告诉本台记者李甜甜虽然离开医院 但其行动继续受到监视 有人无法接近李甜甜 以及家人她说 有几个人到湘西 李甜甜的爷爷家里面 去找这些人 据昨天晚上9点多钟发出来的消息 他们那几个人已经失眠了 今天早上不确定 李甜甜是从12月24号已经出来了 现在是在允顺县的某一个地方 随时是有监控的 目前来说复于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 包括她的家人都不能对外来发出一些声音 怀孕4个月的李甜甜12月17日在微博发文 声援上海证诞职业学院教师宋耿一后 次日永生县体教局和公安局人员 将李甜甜强行从住所带走送精神兵医院计押 本周日晚当得知李甜甜获释的消息后 欧阳京华、陈晓峰、湘郡五百、谢阳等人 前往李甜甜爷爷所在村庄探望及送维闻金 多人被村干部殴打一位不愿居民的维权人士告诉本台 欧阳京华和陈晓峰、谢阳 应该是五个人 进村的是三个 是陈晓峰、谢阳和湘君五百 村外等的是灰菜狼和欧阳京华 三个人进村以后被打、被抢手机 几个人的手机可能都摔坏了 不久三个人也都出来了 说报警了 然后后地就没有消息了 其后欧阳京华发消息说李甜甜在距离永春县城不到10公里的村庄 周日晚11点多给李甜甜送维闻金的其中三个人 被地痞流氓、围殴、抢走手机两台、砸了一台 当时村干部和书记都在现场 他们将3000元爱心款交给了李甜甜 并报警及去派出所交涉要求追究打人者 此前12月25日 人权律师谢阳已经抵达湖南永春县 试图了解李甜甜老师的处境 并在该县公安局门外冒雪打出携友 接李甜甜老师母子回家的横幅 八十高龄的欧阳京华等维权人士到新医院要求见李甜甜 遭到医院保安阻挠 现场视频显示 必带红锈镖的保安员以疫情为由 禁止他们入内 双方发生争执 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知情人士披露 永春县警方初步将李甜甜事件定性为受到境外反华势力操纵 李甜甜将失去当老师的资格 其编制从事业单位贬为乡政普通职员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台李甜甜被关押一周后 或是以海内外高度关注这起被精神病事件有关 据声援李甜甜的人士告诉本台 目前外界仍然无法以李甜甜的母亲和未婚夫王先生取得联系 上周李母录制视频告诉外界是自愿送李甜甜去精神病医院治病 后转送县人民医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2019年12月中国多名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在福建厦门局会讨论时政后陆续被捕 大搜捕至今已经两年但案件仍然开审无期 家属担心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将对涉案人不利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2019年12月初 罗盛春的丈夫维权日师丁佳西与多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异见人士在厦门聚会 其后在山东警方的跨省抓捕行动中被捕 与另一主要涉案人 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被羁押在山东邻仪市的邻树县看守所 许志勇2014年曾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执续罪被判监四年 丁佳西则曾在2012年联署要求官员公开财产 今年年初两人的控罪从原本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改为更严重可判终身监禁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由于法院要求辩护律师签署保密承诺 不能把起诉书的原件发给家属 罗盛春只能根据知情人士口述的内容 整理出两人的罪证 他们就是把那个两个公民运动 新公民运动标签为非法组织 然后第二就是一个公民运动网站 是由国外的非政府组织 华泽他们运行的 但是呢也强加到启志勇兵家起头上 然后第三呢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参加电报群 在电报群里头讨论时政 然后第四呢就是说他们组织非暴力培训的 所以他们把非暴力运动 非暴力抗争这些东西都当成是 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 然后就是他们的两次聚会 一次是烟台的聚会 一次是厦门的聚会 都是朋友在一块聊时政啊 聊聊天啊 探讨一些法律案件啊 都成了他们的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过去中国经常会趁着西方国家过圣诞期间 开庭秘密审理具争议的案件 罗盛春担心 战府会在圣诞新年期间遭受秘密审讯 但更担心案件会一直的拖下去 第一我们是不希望他们在圣诞节新年期间开庭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在休假 但是呢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就是违法的无止境的拖下去 就是不审不判 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一个就是秘密审判 胡乱把他们送进监狱 不合法的传证人到庭 也不合法的让律师复制卷宗 也不合法的让律师进行遍复 就是秘密开庭把他们送进监狱 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想按法律程序走 但是他又找不到证据 就无缘无故的拖延 同样卷入厦门聚会案的 陕西维权律师常伟平 也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今年4月遭正式逮捕 目前积压在远离宝基市的看守所 他的妻子陈子娟表示 为丈夫维权至今一年多 陕西警方已多次南下深圳 要求他谨声 我是在深圳工作 陕西省宝基市公安局 常伟平专案组 以及陕西省公安厅 他们就先后9次到深圳来 或者到我家里 或者到我工作单位 就是找我的老板 去给我来施点压力 让我的老板来管控我 他们让工作单位 成立针对我的工作小组 来威胁过我的 就是不让我对外发声 我一去北京 他们就会给我领导打电话 家属认为 国际社会对厦门聚会案的关注 一定程度上起到正面作用 相信当局准许丁家锡和许志勇 与律师会面 与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关注有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12月26号是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 名单128周年 湖南韶山也再次出现了所谓朝圣的现象 然而中国的官方媒体对此没有进行大篇幅的报道 引发外界舆论关注 请听本台记者下下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政府不让民众在12月25号过西洋圣诞节 12月26号则有上万名的中国老百姓 不顾疫情顶着寒冬涌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韶山 台下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台湾中央社报道 中国科学界也庆祝毛弹 中国发射的嫦娥5号探测器 去年从月球吸回部分的土壤 今年12月25号被放在韶山的月亮备份存储基地 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简就称 这是告为毛泽东上九天揽月的愿望 而正在太空中作业的中国神舟13号太空人 也选在26号第二次出舱 我是张艺谋 这是继J2流峰会《醉意识杭州》水上演出以后 我创作指导的第二个演出系列《醉意韶山冲》 这是一次数字化艺术观念的大胆尝试 中国知名导演张艺谋担任总导演的光影大剧《醉意韶山冲》 26号在韶山的《红武仙剧场》首演 上百名的演员在声光电等科技效果的营造下 演出毛泽东成长的故事 有网民形容像展现一幅诗音光影的画卷 堪称2021红色打卡圣地眼睛被张艺谋震撼了 前北京之春杂志总编胡平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则指出 他对张艺谋指导矛弹大型纪念活动感到非常遗憾和痛心 胡平说 你想想如果毛泽东多活十年 那么他们那一代所谓名导演就全都被给压住了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出头的机会了 他就应该感谢毛泽东还没有死得太晚 毛泽东的那个时代像他那样的人 我们那一代人被压制的多么厉害 那都是毛泽东死了 这些人才有了重新有了这个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所以像这一代人像他那种背景的人去歌手毛泽东 我觉得简直是极章可耻的一件事 以毛泽东名诞 毛诞关键字在中国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搜寻不到相关的报道 在中国版的搜寻引擎百度也搜寻不到 26号关于毛诞的新闻与过去不同 胡平解读 当局对民间调念毛感受很复杂 一般不会阻止毕竟毛泽东还是共产党至今认同的老祖宗 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如习近平、薄熙来的家庭没有不受到毛的迫害 就连农民工在大饥荒时代也被饿死很多人 胡平还说当人们说感谢共产党过上好生活 应该感谢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后提升物质生活 应该给邓过生日而不是给毛过生日 后世开始怀念毛试与六四天安门事件 邓小平主政的中共当局镇压学生 摧毁正义感有关 因此开始崇拜前世 胡平提到 在习近平看来 那我就是红太阳 你们把原来的红太阳拿出来 那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就用他来压我吗 所以习近平他会这么想这个事情 一般来说那你不是也在毛泽东那套吗 宇宝东又是你们的这个伟大领袖 你们的开国者 那我们跑毛泽东那总是没问题的 不 那习近平看来心里也不是滋味 就是他要求尊重就是他自己 是共产党专职 其实他最忌惑别人拿出老祖宗来压他 你动不动把毛泽东抬出来了 他就觉得你用心不良 所以他反而会拆解你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 接受旧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基本上习近平已经夺权的成功了 这个他过去是利用毛泽东来夺权嘛 来打倒邓小平嘛 那现在基本上他已经地位渐渐确立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利用毛泽东了 石板明夫说在中国纪念毛的人基本上也是穷人 或是上坊村有冤屈者要拿毛出来给他们做主 毛蛋做得过头也会被打压 石板明夫认为中国官方重视毛 是习近平政权刚起步的那几年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在淡化 中国现在要给自己造神 习近平最想强调6月15号的习蛋街 石板明夫说 如果习近平继续掌权的话 那一天将来会越来越重要了 就是你看那一天在中国的报纸上 有很多的就是各种什么发卫星啊 什么大桥落成的剪彩通车等等 第一次其实有很多的会放在6月15日 就是给习近平的生日献礼嘛 就这种风头一旦起来的话 早晚就是这个习蛋节要渐渐成型嘛 至于毛粉丰的毛蛋节 石板明夫认为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就知道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带来多深重的灾难 叫做磨蛋节 魔鬼的磨更为贴切 自有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最近山东平渡一镇政府官员 在回应民众上访诉求时 公然说出 我有一百种办法去行使他儿子等雷人的话语 再度引发公众舆论 对于当局信访制度和基层干部作风的质疑 今天本台记者驾驾的报道 一位听众近日向本台提供了以上录音片段 据介绍 这是山东省平渡市云山镇党委书记王立 在做当地一位上访护的思想工作时 要求其外甥向他转达的话 而王立还有话要说 本台记者无法独立证实 录音的确出自王立本人 但多家中国媒体 此前报道曝光的录音片段 与此吻合 中共平渡市委宣传部 官方微博账号平渡发布 上周日也通报 有网民近日反映 云山镇党委书记王立 在做群众工作时 方法简单 言语失当 作风粗暴 造成不良影响 平渡市委已于当天 对王立做出停职调查的处理决定 则令他向当事人赔礼道歉 当局还成立了调查组 将对该事件进行处置 本台在当地时间周一晚间 致电云山镇政府 但无人接听 事件中这名上访户的具体诉求 目前仍不清楚 不过 上海官媒东方网 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事件中被威胁的当事人谢某表示 自己没有收到道歉 而王立所说的话 反映的就是平渡市 对于信访人员的一贯做法 当局不可能向他家赔礼道歉 公开信息显示 现年40岁的云山镇党委书记王立 负责意识形态 双招双银等工作 组织对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督查 他此前还担任过 共青团平渡市委组宣部部长 共青团平渡市委书记 云山镇镇长等职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就此表示 一位镇领导敢对上海互亲属 放出如此凶险的话 表明中国的一些基层干部 对待当地群众 已经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 记者注意到 在中国网络上广传的这段录音中 王立还让亲属向当事人传话说 他家可还有两个小孙子 肚子里还有一个 显然是在暗示上访户 全家的人身安全可能都会受到威胁 中国有着难以计数的访民 他们大多也都有过被暴力解访 被关押 甚至被劳教的经历 但一名地方官员 如此口无遮拦地威胁上访民众 这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烈讨论 有人感叹道 以后谁还敢上访啊 只得玩命了 不上访可能就一直被欺负 上访可是生命受到威胁 还有人直言 这就是真实的中国 有些话能做不能说 他说了出来 被人摆上台面 于是他要倒霉了 高瑜指出 王力还不能被称作害群之马 因为他这样的基层干部 非但不罕见 还很普遍 而李天田事件 就是另一个近期的典型案例 本台之前报道 因在网上声援在课上质疑 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 而被举报的上海震荡职业学校的 一名女教师 湖南省永顺县的乡村教师 李天田近期被当局 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多名维权人士和律师 前去探望他的家人 却遭当地村干部围殴 过了好几天 李天田虽然出院 但他的行动仍然受到密切监控 关注王力事件的 北京维权人士李先生 通过文字方式对本台表示 王力只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 据他了解 沈东当局对于一些 积极维权的访民 的确也是这样做的 他表示 其实充分说明 中国基层干部的首要任务 并不是服务群众 而是协助当局维稳 出于安全原因 他不愿透露全名 他的留言由本台记者代读 不解决问题可以 但要维护社会的稳定 相信基层政府的上级 一直到中央也知道这种情况 一直在默许甚至纵容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生坤 两年前就曾表示 政府要把社会问题 解决在萌芽状态 并大力推行 视线领导干部 接访下访制度 让地方性社会矛盾 在本地化解 这无疑给基层官员 带来了巨大的维稳压力 据亚之电台记者 加奥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新办星期一 在北京举行吹风会 邀请多名专家 解读香港民主发展白皮书 重申 中央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挽救香港 挽救青年 挽救民主 新的选举制度 才适合香港 投票率不能够反映制度好坏 又指香港过去的选举 都是不正常 更认为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 但据英国国家档案馆 公开的文件 当中提及 港英政府曾屡次提到 引入选举 却遭到北京的反对 有香港学者向本台分析 事实上 现实香港的民主状况 明显比回归前更差 北京有意消除港英政府的努力 重新定义香港的民主 并归功于北京 请听本台记者 李志志的报道 在大幅改变选举制度下 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束 北京随即公布一国两制下 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中国服务院新闻办公室 星期一在北京举行吹风会 有多位专家解读有关内容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王志明 多次强调白皮书是要还原历史真相 指出香港在英职时期并没有民主 强调中央才是香港民主的推动者 声称多位香港青年向他反映 以前以为英国和美国的民主是帮了香港 读了白皮书才知道 西方一套民主只是害了香港 香港以往的选举都是不正常 英国在香港那么长时间不搞民主 回归前那么短的时间 就忽然的快速的搞民主 司马昭执勤路人皆知 骗不了人 白皮书截了他们的老底 不搞民主的人 现在反过头指责搞民主的人 竞争的激烈程度 它不样于过去 我们看到这次落选的 好多我们也觉得 人家应该选上 咱们没选上 也没有祝福名单 大家都在同一平台上 就是比正刚 比经验 比能力 比爱国爱港 过去选举都是比怎么去 这个能反中乱港 就能选上 那这不正常嘛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 郑宇说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已经研究香港政治 她向本台说 北京主要的目的是 要抹去英国曾经为了推动香港民主 所做的努力 而事实上 中方所说的 英国长时间不搞民主 以及回归前忽燃民主 是因为受到中方高压反对所致 那时呢 大概是七十年代美 在四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英国的殖民政府 经常向香港的民主派解释 因为中共不容许 所以无法在香港推动民主 当时北京的立场还是还政于中 而非还政于民 所以政权是交于北京 由北京决定香港的民主政治 认为英国不应该直接 赞政权交于港人 在中英联合声明以后 英国的确较快地推动香港的民主 公开地受到北京的批评与阻挠 北京的宣传共识 只是为了强调 英国没有给香港民主 而香港有多少的民主 是由北京给予的 民主是来自中国 而非英国 翻查资料 英国国家党案官 在2014年曾经公开文件 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港都多次寻求推动民选 但是在北京压力下最终被迫放弃 包括中国前总理周恩来 曾经向一名英国军官说 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点点自制的尝试 都会被视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 遭到北京拒绝之后 直到六四事件发生 香港即将脱离英国管制时 英国采取的共识推动民众选举 香港代以政治由第26任港都尤德卓氏开启 并且在1991年首次举行立法局直接选举 该届立法局由61名议员组成 当中18名议员有9个地方选区也一人一票方式选举产生 直到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不久推出政改方案 大幅增加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 而北京的反对就变得更加强硬 当年的港澳办主任鲁平说彭定康是千古罪人 成为一直流传到现在的金句 至于香港在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立法会选举 政治光谱几乎清一色 投票率是由1991年展开立法局直接选举以来最低 被西方国家举以香港民主倒退 在吹风会之中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韩大元说 投票率高低并不反映选举制度的好坏 又说中央强调让反中乱港分子出局 并不是说要把立法会变成清一色 又说这次有153名参选人和90名后任议员 本身就体现了广泛性和均衡性 不过郑宇硕认为 中方的论述不断强调 北京为香港实现的民主比西方民主国家优越 但事实上可见 香港现在的民主比回归之前更差 港人在新选制下基本上是没有选择 而立法会也失去了制衡作用 市民对选举都失去了兴趣 更加令港人失望的是 在北京全面掌控下 港人最重视的自由和法治 在最近两年已经严重受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知之八道 了解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作 行销 演出居间 代理 行计 演员签约 推广代理等活动 规范的对象包括演出经纪人和演出经纪机构中的专职演出经纪人员 报考资格有四项 包括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业务水平和道德品性 具有高中 中等专校以上的学历 以及年满18岁 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中国公民 和台湾地区居民参加演出经纪人员资格审定考试 适用这项办法 对于台湾居民报考中国经纪人执照 也需要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吴思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中国对经纪人的证照就像是对建筑师 医师等证照考试 应该是以专业能力作为考量 吴思瑶之一 他现在把这种思想的审查当作一个证照的前提要件 这当然是红千夏之大庙 演绎从业人员就是广义的文化工作者 那文化更重视的是自由的创作 他践踏了专业也限制了文化的发展 吴思瑶认为台湾政府能做的 应该先把职业环境做好 包括像文化内涵 演艺环境的丙做大 扩大投资台湾影视英的产业 让台湾的艺人 经纪人在台湾友好的从业环境 不需要冒着风险到中国大陆发展 吴思瑶说 中国这样子的做法我们可能过去那里发展的 就会动辄得久了 而且这种思想的审查 你哪一天会去中了他的圈套 那去进了他的陷阱 真的是难以预判 所以政府其实只能够去事前的强化呼吁 因为事后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你已经在对岸了 我们有的时候也难以去做事后的营救 台湾演艺工会理事长慷慨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大部分的台湾艺人到大陆 是用大陆的经纪人 在台湾则有台湾的经纪人 两边的经纪公司各自做各自的互不隶属 在中国大陆要有三张经纪人的证照 才能够开经纪公司 几乎很少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开经纪公司 或是做经纪人 因此中国大陆对经纪人的考照规定 基本上对台湾相关从业人员影响不大 只是一种政治文章 慷慨说 台湾经纪人在大陆是没有办法有发展的 因为大陆它早前就已经在这个演出的这一块 就变成经纪人垄断了 并不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经纪人 到大陆考证经纪人 知道就可以做经纪的东西 它对大陆的关系是层层复杂 他们演出的大陆跟经纪人之间有挂钩 但跟我们台湾的经纪人无法挂钩 所以台湾经纪人把他们的艺人合约 卖给了中国大陆的经纪公司 不是你想象我们台湾人到那边 我们考一个证照就可以过了 考证照不困难啊 慷慨提到中国大陆要拟定考照相关的规定 台湾演艺工会还提供他们资料 过去那边在这方面的管理比较松散 慷慨提到中国大陆有黑白合约的问题 大陆经纪人它有很多很多的做法 是我们没办法去认同的 我们不要守法律 他们可以不守法律 所以他出了什么放明明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黑白合约的问题出来了 我们做合约在原则上是不做黑白合约的 营养合约我们不做的 他们可以做 我们不能做 我们做一下就会抓 我们台湾的经纪人到那边去考证照 去做这一块 一定会抓 他们做就不会被抓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 他们的规矩 我们不要把规矩弄坏了 更坏连我们工作人员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慷慨指出 台湾经纪公司考证照的制度 工会争取超过十年 一直都还建立不起来 慷慨说 台湾经纪不会把他们去考试的 没有必要 大陆那个市场你要开公司要开多大 你要多少钱才投资 还养多少人 连台湾这些人都不会在大陆做金钱这一块 我们做 做什么做 大陆虽然很大 可是我们台湾人打不进去 他们大陆市场那个区块 因为我们台湾人都单打独斗 台湾可以造新 大陆造新造不起来 很难造新 台湾造新也许花一两年 就可以造成一个名字出来 可大陆花十亿都造不出一个名心 大陆人太多了 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强调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有关部门发布的 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 强迫台籍演艺人员 接受其强加的政治前提和意识形态 这种做法 既不会得到台湾社会的认同 更显示中共政权 借着经济力胁迫台湾人民强制融合 强制统一的恶劣行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最近中国知名网红零食品牌 三只松鼠因为广告模特 做出了秘密眼的造型 引发网民批评 是刻意丑化中国人 针对外界的质疑 三只松鼠发文道歉 模特也亲上火线 质问 眼镜小就不配做中国人吗 下面是本台记者 陈品杰的报道 三只松鼠酸辣粉产品广告中 有迷你眼后嘴唇的元素 配上斗粒辫子等复古风 被网民从两年前的档案里 挖出来批评 认为是为了符合西方 对于中国人的审美 有辱华之嫌 话题的上微博热搜引起讨论 更有网民因此对模特 发表恶意评论 这个广告模特白菜 26日晚上在微博上回应称 眼睛确实就是长这个样子 自己没有要去营造辱华形象 并说他的长相不一定符合 每个人的审美 但他不应该因此承受网络暴力 同时他也表示 网民对他倾向的质疑 会让他的工作受到影响 品牌公关会因为这种话题 而不敢用他这种类型的模特 湖北时事评论员吴立娟 就对本台说 网络小粉红即使是广告中的 一个小细节 也会成为舆论热点 甚至以正义的爱国行为 来包装自己攻击他人的本质 翻阅微博虽然有许多网民 替模特发声 但仍有部分言论批评 模特是刻意扮丑 跟有人在模特发文后 抨击他身为工作人物 长相里当是可评之事 吴立娟就说 不管一个人长得什么样 都是爹妈给的容颜 别人长得好不好看 又不吃他的 又不喝他的 又不影响他 这些人无辜的在网络上 攻击别人 骂别人 确实是没有一点 修养道德底线的人 除此之外 三只松鼠 大法好 大法庙的广告宣传语 也被指在宣扬法轮功 广告的马克杯上 印有疑似毛泽东的头像 也被指是违反广告法中 禁止出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形象和题词 针对外界之一 三只松鼠随后发表声明 针对网友反馈 模特妆容不符合大众审美 产生不适感 因此道歉 并表示广告模特为中国人 他的妆容均基于个人特征打造 并无刻意丑化 他们也在第一时间将页面进行替换 但没有针对其他的质疑说明 北清艺术家季峰就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他就为了艺术圈同行 没有人认为眯眯眼的形象 是刻意丑化或是迎合西方 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标准 本来就不同 他指出三只松鼠在2019年的广告 现在才被批辱华 其中可能有刻意操弄 来引导网民舆论 也许是有人恶意攻击该品牌 或是该品牌自己蹭热度 借着网络上不同的意见声浪 来提高知名度 除此之外 12月17日在中国上映的动画片 雄师少年 三位主角的设计 也被指眯眯眼 掉眼角 宽眼距 踏鼻子等特点 是符合西方人 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雄师少年制片人张苗回应说 这个电影是在广东 实际采风实地取材 符合现代生活样貌 并说大众对眯眯眼 有这么大的反应 恰恰说明了 观众对动画表达的审美观 已经被通知化 没有审美自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陈品杰台北报道 针对香港法院 日前指派清盘人 处理台湾苹果日报相关的资产 台湾的文化部发函 敦促该报 不得跨境 传输其持有的所有个人资料 台湾多位立委和民间团体也呼吁 除了台湾苹果日报外 已经停刊的一周刊 也应该一并被列入相关的规范 另外 台湾苹果日报 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 目前已经有买家愿意接手该报 相关接洽正在进行当中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前台湾文化部发函给台平 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依据台湾的港澳条例42条 以及民事诉讼法402条的规定 香港法院的裁决在台湾法院裁定同意前 没有效力 也就是说 指定清盘人必须向台湾法院申请 而且在台湾法院裁定同意之前 台平依法应该拒绝香港法院 以及指定清盘人的任何指令以及要求 台湾经济民主联合27日再次召开记者会 研究员江敏燕强调 文化部的行政命令仅规范到苹果日报 台平跟一周刊都是香港一传媒 在台湾重要的刊物 江敏燕要求文化部应该一并发函 已经停止的一周刊禁止跨境传输个资 即便他没有跨境传输资料 即便是在台湾境内 我们台湾社会面对这么大型 而且敏感的资料库 其实还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明确规范 民进党立委范云提到 自己也曾在台平投稿 香港法院指派的清盘人 极有可能要求台平将采访资料 以及投稿人 包括他自己的个资跨境回传香港 中共的这个劣迹斑斑 他过去就有境外掳人 而且大规模逮捕媒体人的劣迹 那我们非常的担心 台湾的投稿人是不是也因为 触犯了中共这个宇宙无敌的 这个国安法 那台湾的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 其实实质上就受到了挑战 范云认为文化部应该积极地盘点 台湾还有多少母公司是香港企业的媒体 出版业等相关行业 评估其是否能完整保障台湾人的个资 他担心中共的铁幕已经锁紧了香港 在未来他们将披着香港的外衣 进一步的目标就是台湾 因此文化部跟陆委会应该要积极地合作 就港澳条例相关的法规进行研议 民进党立委赖品瑜提到 香港一传媒多位主管被捕后 其总裁张建宏提保释 香港绿政司以张建宏人认台湾苹果子公司的董事 仍能透过台湾苹果新闻网平台等危害国安而拒绝 赖品瑜说 消息传出后收到很多人担心的陈情 包含可能曾经在苹果日报任职的朋友 或是曾经的受访者投稿人 这些个资都极有可能因此传输到港府和中国政府的手上 与此同时台平声明指出 接获负负责一传媒清盘案的香港谭静政会计事务所告知 目前买家有一组以上 其中有以Avengers Limited最为积极 声明宣称 该公司没有中国资金 也没有任何中资背景 股东因曾居台湾多年具有传媒经验 对台平有浓厚兴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预定播放 叙述香港理工大学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理大为成》 但电影院受到了政治压力而临时取消了播映 主办方被迫另寻场地 主办者和来自香港的民众表示 中国干预和影响处处都在 即使到了海外都令他们身心蒙上阴影 请听记者刘飞的报道 蒙特利尔香港人团体满地香港卫 原定在12月18号于达拉电影院 举办纪录片《理大为成》放映会 满地香港卫负责人李梅蕊表示 原本一切都谈妥了 钱也付了 但在放映会的前8天 电影院突然告诉他 由于受到政治压力 不能够放映该片 并称愿意帮忙找另外一家电影院 最终在时间紧迫下 临时改到了星光电影院放映 但这个电影院座位只有180个 比原先租用的400个少了一半 李梅蕊没有想到仅仅是想播放一部香港电影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他组织的满地香港位 也并非是以政治出发为主的团体 却还是遭到打压 他说达拉电影院老板不愿说明 究竟来自何种政治压力 但至少他不能沉默 需要站出来说出事情经过 以免未来有更多类似的事件发生 在香港参与反送中运动的纳伟 曾经协助过理工大学内学生脱困 去年他获得加拿大的政治庇护 如今居住在蒙特利尔 在香港曾经遭遇生命威胁的他说 很遗憾在加拿大仍然躲不过 这种无形有形的压迫感 他呼吁加拿大当局要重视这种问题 李大为臣曾经获得香港 台湾及国际多个电影奖项 移居加拿大的香港导演欧文杰 今年夏天时顺利在温哥华和多伦多 安排放映了占领立法会 以及李大为臣两部纪录片 欧文杰听到蒙特利尔的事件 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当时他安排纪录片播映时 就有人提醒他 可能会有反对势力从中作梗 所以他事先做了一些工作 也和戏院充分沟通 他说面对霸道势力 更需要集结正义的力量 加拿大一定有很多的公司 会同在中国有商业上的 加拿大一定有很多公司 和中国有商业上的往来 所以商业运作 很可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 只不过以前操作还会比较含蓄 现在那些干预势力 毫不掩饰的呈现 从两个加拿大人被抓后的 很多事情都看得出来 红色势力越来越霸道了 欧文杰说 时代革命在美国放映 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加拿大也有中介人士 正在安排放映事宜 希望不会遭受到干预阻挠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柳飞 温哥华报道 伊朗核问题的谈判 27号在维也纳重新启动 谈判者之一的中国已经表态 要美国彻底纠正 对一极限施压的错误政策 然而美国多个情报部门 近日根据机密情报资料 评估沙特拉伯从中国 引进弹道导弹技术 并在中国的帮助下生产弹道导弹 可能在整个中东地区 引发涟漪效应 使得拜登政府 难以约束伊朗的核无野心 因此也正在考虑 对中国有关组织进行制裁 今天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协调威延纳进城的 欧盟对外行动署 副秘书长莫拉23号指出 第八轮伊核协议恢复旅约谈判 将于27号重启 各方应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 在关键味觉的问题上 加速推进 伊朗外长阿普杜拉西洋 当天则表示 德黑兰的焦点 放在今可验证的过程 解除美国的所有制裁 以保证伊朗石油出口能力 不会受到阻碍 伊朗和西方强权之间的核子谈判 目的在抢救双方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 也就是联合全面行动方案 伊朗在2015年和中国、美国等国家签订伊朗核协议 但2017年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退约 之后更对伊朗实施严格的经济制裁 使得伊朗经济及能源部门受创 尽管拜登总统曾经誓言要重返核协议 但上任至今还没有履行 而且要求伊朗先实践承诺才会行动 两国僵持不下 27日的谈判 由剩余的核协议成员 法国、德国、伊朗、英国、俄罗斯和中国正式举行 美国间接参与 三个被称为E3的西欧国家 已经呼吁美国撤销与核协议不服的制裁 并呼吁伊朗将其自2019年以来扩大的核计划 恢复到核协议的限制 正在寻求深化与伊朗的合作 以便在中东能够更加强势的北京当局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表态支持伊朗 反对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 他说 作为义核危机的实作用者 美方应彻底纠正对伊极限施压的错误政策 全面解除所有对伊非法制裁 及对第三方长臂管辖措施 一方则在此基础上恢复全面履约 中国在帮助伊朗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同时 也不顾禁运购买了伊朗的石油 并在今年三月份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贸易协议 将伊朗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扩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分析认为中伊合作协议可能会形成强大的轴心 推升德黑兰的区域地位 便在他和拜登政府就伊朗和协定进行任何谈判时 能有更大的谈判筹码 阿里天主教学院教授林科就对这个协议表示 预示着重大的动荡 因为中国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双重控制 可能证实中国在从伊朗进行逆转战略的部署 伊朗现在是其主要的支柱 而在快速升温关系的背后 是双方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共同利益 而中伊间更深度并广泛的合作 尤其是和俄罗斯组成抗美铁三角 更可能改变区域战略格局 由于伊朗和产油大国沙烏地阿拉伯是宿敌 因此到目前为止 北京一直小心翼翼 避免和伊朗的合作 到可能危机与沙国的关系 然而美国媒体援引情报官员和分析机构的消息 沙烏地阿拉伯从中国引进弹道飞弹技术 并在中国的帮助下生产弹道飞弹 可能使得让伊朗重返俄协议的谈判复杂化 美国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有关组织进行制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闭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特别开辟了 伪赘为.onion的暗网网址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助此网址匿名访问本台 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 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 勇猛地翻越防火墙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 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 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斜线english 越语版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 自由亚洲电台如今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 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 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湖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的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西班牙电信正在着手购买瑞典制造商爱立信的5G设备 以替换本国电信系统中原先部署的华为设备 路透社报道说 西班牙当地的媒体披露 西班牙电信此前曾经部署了一些先前购买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相关设备 本次用爱立信的设备进行替换 尚不清楚何时实施购买 以及购买多少设备 邻居新浪网转载C144通讯网的消息 爱立信公司12月中旬还宣布 与沃达峰西班牙公司在马达里建立了5G网实验室 用于开发最新的网络技术 本台中文部从12月26号开始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 征集网友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年终总结 得到网友的热烈回应 多数网友在推特上对习近平做出了负面评价 网名为孙立勇的网友指出 2021年是习近平加速中国共产党灭亡的一年 工作成果举世无双 因此习近平完全胜任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与中共的其他领导人比起来 习近平还算好的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 星期一谴责前不久与台湾断交的尼加拉瓜 侵占了台湾原外交管处 并将其交给中国大陆 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 欧江安表示 台湾驻尼加拉瓜大使馆在紧急情况下 将大使馆管设 象征性的出售给尼加拉瓜首都 马纳瓜天主教会总教区作为公益用途 并已经签订了合同 但这一出售行为 却遭到了尼加拉瓜政府的蛮横阻挠 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 日前发布的报告表示 中国要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还需要延长一些时间 路透社的报道说 这一报告认为 中国可能在2030年成为以美元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比去年预测的要晚两年 各位听着 这次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